大嫂 你这话何意 我如今怀孕 你怎么就知道 我肚子怀的不是一个儿子啊 大嫂儿子倒是生得多 可我也没有见 他们有多大出息 除却光宗兄弟三个 偷光家里的银子逃走以外 我想你们应该不知道 你们那引以为傲的寒药族 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 还在镇上 经常拿着家里省吃钱 用给他的银子 留连青楼吧 什么 老三媳妇 饭可以乱吃 话却不可以乱说 药族平时读书已经十分辛苦 咱们可不好污蔑他 爹 我没有胡说 你自己去镇上的青楼门口蹲着 我想你很快就能将他抓个正着 喂 周小嫂 你别叙口喷人 大嫂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去看便是 今天这家我是一定要分 家里的财产 一般父母都是跟着涨房过日子 所以我们也不要一家一半 就把家里的财产分成三份 我家搬走三分之一就是 分家可以 但是家里的财产得分成五份 老四和淑香都还没有成亲 老四成亲的聘礼 淑香的嫁妆 家里总是要准备着 老韩家这半年来发生的事情太多 家里银子更是没有 粮食也所剩不多 最后在村长的主持下 分家下来 写了分家文书 总算是分家成功 周小草压抑着心里的激动和开心 就去镇上采购去了 如今分家 家里什么都没有 周小草走到村头 竟然看见上次那几个官差又来了 烦请嫂子 带我们去当寒若秋家 庄大春在柳陵村装石头家里 涉嫌杀人 先令大人 令你跟我们走一趟 回去协助调查 这庄大春杀人犯火 与我闺女何干 他那人就是喜欢胡乱攀扯 官爷 那庄大春的话不可信呢 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等县令大人问了韩若秋 两人当面对峙 很快就清楚了 我们大人公正联名 若韩若秋没有犯事 自然不必惊慌 就是配合着走个过程 韩若秋 庄大春说 两个月前 他曾满胸绑架你 何有此事 绑架 两个月前 我上街买菜的时候 确实是遇见过一伙劫匪 不过他们人多 我也有点力气 和他们捉迅了一番 被我侥幸逃脱了 你没有杀人 他们有十来个男人 我能逃脱 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我一个女子 哪里能杀得了那么多人 你胡说 我明明只买通了 三个人去抓你 南安 我可是你的亲孙女 你将我们一家 已经今生出户 您还有什么不满的 竟然要将我绑架卖了 您就算是为了你那好闺女 能够治好身上的烫伤 然后顺利地嫁入白家 您也不能这样对我呀 都说苦多不识此 您竟然连青孙女都算计 您难道不怕这般做 令我爹娘心狠吗 我们一家虽然是 被你们精神出户 但我爹娘自始至终 都没有怪过你们 家里有点好吃的 倒是惦记着给你们送一份 可别说逢年过节 哪一次我们家没有送礼 你怎么就能这样对我 所以当时绑架你的 是十来个人 究竟是多少个 你可还有印象 当时那么乱 我就一心想着赶紧跑 落到他们手里 我还能有好 所以只是在打斗之中 惊慌失措地看了个大概 方觉原觉的 寒若秋说的很符合现实 任谁忽然遇见劫匪 只怕都不会冷静 更何况 对方还是一个小姑娘 庄大春 由此可见 你找的人 根本就没去抓过 这个死丫头 谁知道这死丫头究竟是怎么弄的 竟然将人给杀死了 想在咱家伙到我身上 庄大春 唆使人绑架 已经是犯法 如今你既然没有证据 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本官 只能认定这件事情 就是你做的 今天暂且将你收押 容后再判 大人 我没有杀人 我真的没有杀人 你觉得她一个大姑娘 没有杀人能力 凭什么我一个老太婆 就能杀死人呢 我真的没有杀人 对了 这死丫头家里最近多了匹马 我想 说不定 大人从马的身上 能查出点什么来 我记得 我表侄子说过 要将这死丫头 直接卖到 省城青楼里去 大人 我在那匹马 是我在厢城卖的 我爹 因为年轻 给李弟主家干活的时候 从房顶摔下 双腿膝盖骨摔裂 我买马车 是方便让她到镇上 寄风堂 看大夫和换药的 还有我娘 眼瞧着很快就要临盆 我娘年纪大了 属于高龄产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买匹马 有什么问题 我和妹妹总是被你 赔钱货赔钱货的叫着 把我们两姐妹 当丫鬟一般使唤 就连我被陈子洋毁婚 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 帮我说句公的话不说 最后还因为惧怕周地主 直接将我们一家 四口净身出户 我爹摔伤腿 您不分青红皂白的 污蔑我娘藏汉子 偷男人 小姑自己上街看耍龙灯 被抱住飞剑烫伤 您上门 就直接将我们一家 仅有的二十两银子拿走 一点余地都不给我们留 你那三个孙子 直接将您从我家 抢走的二十两银子偷走 然后下落不明 您这竟然又将坏主意 打到了我的身上 幸好 幸好我在那次遇到 那些劫匪之后 我爹娘外公他们 不敢再让我一个人去镇上 你明明是我的亲人 却心如蛇蝎毒腹 你可曾想过 我一个大姑娘 若是被卖到那种地方去 我将来 还有将来吗 庄大春 丫头现在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吗 她又没事 大人 你不能斩了我呀 来人 将庄大春压下去 韩老头听见庄大春判刑 当即闹着去衙门 找县令大人要说法 官差只说 如今罪证却早 你们若是不想庄大春 在秋后问斩 那你们就得在庄大春被斩之前 拿出对他有利的证据 否则 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真当县令大人那么闲 是儿等想见就见的 哎 爹 我要去那庄石头家看看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娘有利的证据 但是这一趟我必须要去 说娘背了一个杀人犯的罪名 那耀祖这一辈子就毁了 邓桂香为了自己 也为了韩耀祖 将他前世知道的东西 全部都发挥出来 也是他运气好 竟然给他找到了一个证人 能够证明 韩老太最近两个月 只去过柳林村一次 也就是案发前那一次 而韩老头也在村子里 找了几个平时和韩老太 交好的人 都证明两个月前 韩老太太天天忙着 伺候受伤的韩淑香 根本没有出过门 这样一来有了证人 邓桂香就和韩老头 一起带着证人直奔衙门 同一天 万里晴空 白云朵朵 韩铁牛家迎来了一个 带着大红花的女人 原来 此人竟然还是官媚 此次前来 是位同村的牧尘宝媚 这官媚和乡下的媚人 可不大一样 这官媚是朝廷认证的 其所保的媚 不论是三叔六礼 还是三回六转 可都是要备案的 以后若是一方不愿意 继续在一起生活 和离的时候 南方必须 如数归还女方的嫁妆 不得贪默一丝一毫 牧尘 你真的要去我家若秋 是的 韩叔 牧尘啊 叔知道 你一直说 若秋救了你的命 你要以身相许 可这婚姻大事 并不是儿戏 这两个人要互生好感 将来在一起过日子 才会互进互让 真要是双方没了好感 还要硬凑在一起 这将来 很可能会变成冤家 牙齿和舌头 都还有磕碰的时候 更何况是两个人 如果将来 你们之间意见 又相左的时候 你能保证 你会让着若秋吗 对于韩若秋 韩铁牛的感情 是复杂的 这身体 是自己的女儿的 灵魂 却是来自 另一个自由的国家 就韩若秋 平时在家做事 有的时候 韩铁牛都觉得 他的思想 太过自由 这样的性子 在这个世道 很可能会吃大亏 如果赵木臣 不能像自己一家 这么包容韩若秋 韩铁牛 是真的不太放心 将韩若秋交给他 韩叔 你放心吧 若是遇见事情 我会好好地 和若秋商量他 他这么明事里 我相信我们之间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你等等 女儿的婚姻大事 自然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爹爹看着好 用下便是 于是双方皆大欢喜 韩铁牛 回了赵木臣之后 赵木臣就要去 请人测日子 来下聘 赵木臣的动作很快 四月二十 就带着媒人和聘礼 上门下聘 赵木臣下聘 尽管从简 不过 还是有十一台聘礼 从此 韩若秋 就算是赵木臣的 伪婚妻了 赵木臣离开之后 韩铁牛就拿着 赵木臣给的聘礼单子 来找韩若秋了 这牧臣看不出来 简这么有钱呢 若秋 牧臣送来的聘礼 太贵重 我和你娘 担心放在主楼 会被盗 或者是不小心弄丢 思来想去啊 决定这些东西 还是交给你 让你自己收起来 更加安全 也可 若秋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打算做几把牙刷 丝毛草刷牙 容易把嘴巴戳破 还刷不干净 牙刷 刷牙用的 对 我们乡下人用 丝毛草刷牙 嘴巴经常被戳破 很难受 我就想着 做把刷子出来 这样用着方便一些 你可真聪明 这些事情 以前都没有人想过 那是当然 我的未婚妻 自然聪明无比 沐兄的未婚妻 这么说 你们二人已经定亲 是啊 我们已经定亲了 那就恭喜你们了 等你们成亲的时候 别忘了请我喝杯水酒 一定 若秋 我今天来除了拉走 已经做好的梅豆腐 还要再定一千斤 这梅豆腐销售得挺好的 我姐夫在省城 有家杂货铺子 她将梅豆腐 放在里面销售 卖得挺好 我那酒楼里 也是每桌客人 基本上都要点一两块 我之前做的时候 有多做了两坛子 你看你要一起带走吗 那感情好 我原本还想着五百斤不够呢 我这里有一样新的吃食 名叫咸鸭蛋 等会儿我煮了你尝尝 至于要不要 到时候你再看 你说好 那肯定味道不错 若秋 其实我更好奇 你这牙刷要如何使用 是不是直接用它 往牙齿上刷就可以了 这个牙刷可以直接刷牙 不过结牙的干净程度 可能差一些 我自己用药材 配置了一些牙粉 两者配合着使用 效果就会很好 那这牙刷和牙粉 你有打算卖吗 我才刚刚研究出来 还没有想好如何卖呢 这牙刷是用 猪毛和青钢木做的 平民老百姓应用还可以 但是一般的达官显贵 只怕是看不上眼 而牙粉因为 需要用到的药材不少 就注定了其价格不便宜 所以牙粉又只有达官显贵之家 才用得起 所以这一时间 我还没有想到如何平衡法 牙粉一定要这么多的药材制作吗 也不一定 如果一般的 可以使用清盐便是 但是用了我这个 加了药材调和的牙粉 长期使用后 不仅具有取其补骨剑齿之功效 还有伸进润脏 止血消退炎震之功能 可以很好地保护牙齿 这清盐不便宜 还得朝廷允许才能买到 所以即便是只用清盐刷牙 这牙刷的成本也降不下去呀 就是说啊 所以一时间 我还没有想好这个东西 究竟要怎么卖 究竟是走高端路线呢 还是低端路线 那就走高端路线 咱们把牙刷 做在金盐手柄上面 这会不会太奢侈了 一把牙刷最好三个月一换 富贵之家的奢秘 是你想象不到的 你这一把牙刷 我估计这二千银子足够了 关键是 这些银子并不是一次性用完就扔 那些人还可以回收利用 把手柄直接拆下来 容调打手势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而且生产牙刷的时候 反正也要用到金银 咱们可以将他们废弃的牙刷手柄 以低价回收的方式 回收循环利用 这么说 你们都同意走高端路线 可我也不认识这里手艺人啊 我认识几个这方面的能工巧匠 我帮你找他们帮忙 你到时候图纸给我就行 真的吗 如果你认识这方面的能源 那这牙刷的制造方子 咱们还可以改改 改成更简单生产的 筑膜 这是后世牙刷生产的类型 那种将牙刷刷毛 直接筑在手柄里 适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牢固 可以 你把图纸和铸造方法写出来给我 其他的 我会找人帮你搞定 嗯 好 你们二位这都说好了生产的事情 能不能在销售上 容在下分一杯羹 云小棠 这牙刷既然可以生产 那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牙刷光是铸造 交二千银子的材料费 那这一把牙刷 怎么着要卖出一两以上才划算 在这我这牙粉 我打算要卖二十辆银子一盒 行 我心里有数 等我回家就给我姐夫送信过去 得到回信 我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吃完饭洗漱上床 韩若秋决定第二天去县城走走 一大清早 韩若秋就驾着马车出了门 行至半道的时候 竟然看见了三个熟人的身影 哎呀 二弟家呀 这日子是过起来了 马车这东西也是说买就买 韩老头没有吭声 他心里在算计着 要如何住到韩铁牛家的新房子里去 青砖大瓦房啊 住着肯定舒服 我呸 找了别人的东西 还真当成自己的了 唉 我说你个死婆子 你能不能别再找事了 人家那马可是有合法手续采办的 先令大人可是亲自查看过 他们将牧尘送过去的买码文书的 娘 你就少说两句吧 咱们打石要打七寸 你这狐烈烈 除了引来韩若秋的怒火 别的一无所用 你忘了 你缩使人绑架韩若秋的事情 被性令大人砸了二十板子吗 哼 我这做人 当真是失败 如今一个两个的儿媳妇 竟然都敢甩脸色给我看不说 还敢教训我 邓贵湘懒得搭理这个林不清的 要不是为了韩耀祖和自己的前程 邓贵湘才懒得管老韩家这个烂摊子 因为时间紧迫 韩若秋走路的速度飞快 不曾想撞到了一个乞丐 公子 你被摸包摸了 韩若秋看着眼前这人 乐了 我说公子 你这是往哪儿瞧呢 我只是想问一句 阁下 你这是腿伤好了 你是谁 我只是在几个月前 偶尔在一个小巷子里 救过一个腿部大动脉 被砍伤的大美男 你是恩公 恩公不敢当 只是没有想到 咱们之间的缘分竟然这么深 我就来两次 竟然都能遇见你 在下邱明哲 谢过恩公搭救 不用客气 只要感谢我 用心就行 他救人 只想获得感恩值 恩公 既然遇见了 我做东 请恩公吃饭如何 不用了 他的金银 是从来不放在荷包里的 那不过是 他支付银钱时的 一个掩饰工具 县城的牙行在哪儿 你是要买下人 恩公想买什么样的人 我手里也有不少下人 你说说看 如果有合适的 我挑几个送给恩公 算了吧 君子不夺人所爱 我还是自己满用着放心 说了这么久 还会请教恩公尊姓大名 我就说咱们是真的有缘 我也姓邱 是吗 那可真是有缘了 看年龄 我应该比你年长 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弟弟 你看如何 没有想到 我随手竟然给自己 救回来一个大哥 邱明哲对县城熟悉 带着韩若秋 很快地就找到了牙行 呀 邱老板 你这个怎么亲自过来了 这又是要挑人 我陪我家弟过来看看 哎呦 那可真是多谢邱老板 为我介绍生意了 不知道这位邱公子 你要挑什么样的人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人啊 我这里是县城最大的牙行 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分行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我这里若是没有 也能从别的地方 帮你调过来 这样啊 那我需要一个 会伺候产妇的婆子 再买三个丫鬟 一个会赶马车的车夫 一个小丝 另外再来两个 有点功夫底子的护院 你看看可有人 你要的这个都简单 我这里就有人 我把人给你叫上来 你看看可有满意的 行 要是有会种地的 你也带上来让我瞧瞧 牙行的人 很快就被叫了过来 韩若秋站起身 游走在人群里 这个看看 那个看看 也不问问题 就只是看 最后把自己 要的人挑好了 还额外地 买了一家 五口回家种地 就在韩若秋 准备结账的时候 小九忽然叫他 往一个病歪歪的 男人走去 老板 加上这个 一起算算多少钱 秋公子 你挑的这些人 都是带回家 不用调教 就可以立即使用的 所以价格上 肯定不会太便宜 没事 你算算 我可能接受就买 不能接受就算了 这丫鬟是统一 十五两银子一个 小四和车夫 各二十两 婆子十三两 护院三十两一个 那一家五口 庄家汉 当家男人算十五两 其他的一律十三两 还有那个病汉 算你十五两 你看可行 那个病汉 病病歪歪的 能活几日尚且不知 你看咱们也是老熟人 我弟买人也这么豪爽 这个病汉就直接送给我家弟吧 你想想看 这人要是死在你这里 你还得浪费一床席子不是 行吧 看在邱老板的面子上 这个人就算做人情 直接送给邱公子 也算是咱们之间 增加一份交情 以后邱公子 若是还需要买人 记得来找我 最后韩若秋 付了二百一十五两银子 拿了这些人的卖身器 直接带着人就准备出城 小弟 以后我若有事 当去何处寻你 有缘自会再见 后会有期 因着邱明哲的伤很重 如今好了 对韩若秋是真心感谢 韩若秋这边 一下子就收到了二十个感恩纸 主人 你看我说这个人救的纸吧 确实还不错 以后有这种事情 记得叫我 当初不知道是谁 想袖手旁观的 那还不是你窜渡我救了老韩家那几个人 一点感恩值都没有收到 这可怪不得我 爹 娘 外公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大姐 这些人是谁 为什么跟你一起回来 你们都先过来见过我爹娘 妹妹 还有外公吧 奴婢 奴婢拜见老爷 夫人 二小姐 老太爷 爹 这个小子以后就跟着您了 娘 这个婆子以后会帮着您带弟弟 这个丫鬟 以后会负责您的生活起居 暂时给您当着贴身大丫鬟 若夏 这个丫鬟给你 剩下一个跟着我 这两个是护院 咱们搬家以后 要开始做生意 家里有两个护院会放心一些 这个车夫平时要是不赶车 就跟着老薇一家子 山山种地吧 水秋 你过来一下 你这丫头 怎么不声不响的 买回来这么多人 这得有多少粮食 才能养得活呀 娘 您不用担心 这些人买回来 是叫他们帮忙的 又不是白养的 这房子已经差不多修好了 最近胡豆和黄豆地里 需要除草 这些人过来 可以帮着干点活 接下来家里要卖豆制品 那也得学人来做 您如今怀着身孕 家里就靠着我和若夏两个人 那显然是忙不过来的 你爹的腿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他一个男人 可以干很多事情 爹的腿虽然好了 可暂时还不能用重力 脸好身僵养着 我还要姗姗采药 那时三香的药材 一部分是我去季风堂买的 一部分是我自己采摘烘焙的 这身上就有 没有必要去药铺购买 那你买人就买人 你把那个病病歪歪的人 买回来做什么 这人看着 就像是随时要撬辫子似的 这要是买回来不久就死了 那外人说不定 会说咱们可待下人 娘 那个人不是生病 是中毒 我可以给他治病 您放心好了 他呀 我没有花银子 是亚行的老板 叫我买的人多 送我的 哎呀 你这脑袋平时 不都精明得很吗 也不见你贪什么小便宜 怎的今天脑子不清楚了 那亚行老板多精啊 会舍得将此人 白送给你 你就是傻吧 竟然傻乎乎的 就将人给接住了 这人要是死在咱们家里 那得多晦气啊 我保证此人 不仅不会死 将来说不定 对咱们还有大用处呢 鹰子 若就一直是个有主意的 你就随了他吧 这医院子人看着呢 唉 我说不过你们 只是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 他们都住在哪里呀 这家里就这么几间竹楼 娘 这几天就让他们先将就着 女的到我和若夏房里打地铺 男的 就在堂屋里挨着我外公的 堂衣打地铺好了 等过几天搬了家 直接让他们住在导作房里 既有住处 还能帮着看管院子 看来你的确是个有主意的 那娘也就不管你了 不过 这老十字丫鬟婆子 我暂时还不需要 等生了孩子 那婆子帮我照顾着就成 至于丫鬟 还是跟着你吧 你天天的想一出事一出 身边多个人使唤也好 你们是我的亲人 人家富贵人家有的 我自然会让你们也都有 不过就是时间上到早晚罢了 怎么忽然想起买人来了 家里需要 这种地真不是人干的 如今家里有点银钱 我想奢侈地享受一下不行啊 你要人和我说 我帮你去办不就是了 你这忽然买回来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赵木城 你这思想是不对的 我是和你定轻了 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立自强 最后达到足以与你比肩的地位 而不是如同那兔丝花一般 靠攀附着你生存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你要明白 可妨陌生人在你身边我不放心 人和人谁还不是从陌生到熟悉 你的人是你的 我的人是我的 我不希望自己的身边出现人在曹营 心在汗的下人 行吧 是我干涉的太多了 你自己小心一些 如今你娘大着肚子 可是容不得丝毫闪失的 放心吧 这些人要是想在我面前耍花招 那也要看我允不允许 不是 我又不是纸老虎 说得也对 家里的三个丫鬟 被韩若秋都重新赐名 赵英身边的叫素心 韩若夏身边的叫彩珠 自己身边的叫玉竹 韩铁女的小丝叫做南星 韩若秋一大清早 就去村长家报备了 村长您也知道 我家如今在村子里的关系有些微妙 所以想麻烦村长能暂时替我家保密 对外就说这几个人 是我外公那边请过来干活的长工 您放心 关于他们的言行 我们都会好好约束 定不会给村子里惹麻烦 只要你不让他们在村子里惹是生非 这点小事 我可以帮忙 若秋再次谢过村长 韩若秋一走 村长夫人就凑过来询问 这韩铁牛家 竟然有银子板下人 可不 所以我叫你平常多和赵英走动走动 你偏不听 韩铁牛家如今发迹了 作为他们两家交好的韩友望和王铁柱两家 只怕这几个月也没有少证 你等着看吧 韩若秋绝非吃中物 只是不知道将来的某一天 陈子阳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 村长夫人听完没有说话 心里盘算着要如何不着痕迹的和赵英涛进户 把男人交给赵建业安排工作 韩若秋就带着三个丫鬟和姚婆子 以及老吴的婆娘杨兰花和他们的闺女吴大妞 一起上山去拔草 你们拔草的时候 还需要把这些糊涂苗的顶端肩帮着摘掉 姚婆子和杨兰花母女都是干活的能手 很快就上手了 反观那三个丫鬟干活 切实不淫不扬 总是不得罚 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样子 到了我家 即便是贴身的大丫鬟也得跟着下地 总没有主人家下地 丫鬟却在家里躺着享福的道理 你们听见了吗 不会就学 如果你们是骨子里懒惰的性格 或者不想这么辛苦 那我家也就不会留人 是小姐 韩若秋看了很满意 叫姚婆子和杨兰花稍微照顾着点 她这才下山去找那几家种了胡豆的 村子里种胡豆的人不多 从一开始韩若秋就顾着 所以很熟悉是哪几家 韩若秋去韩儿狗家 就要经过这村里的破庙 若秋 你娘的伤好了吗 用了你给的药 好了许多了 不过现在还不能下床 不能着急 伤经冻骨一百二十天 只要有好转 时间久一点也不用担心 我正好来了 就帮她检查一下吧 谢谢你 不用谢 你们母子如今住在这破庙里 靠什么生活啊 我上山砍柴挑到清河镇去卖 一旦缠能卖三文钱 虽然钱不多 但是你放心 欠你的银子 我会慢慢攒起来还你的 至于生活 我在上山砍柴的时候 可以顺带找一些野菜野果的 都能果付 倒是个能吃苦的 最近我家要磨豆腐 以后基本上每天都要磨 之前和你说过 要你去我家当成功 如果你愿意 就去我家上功吧 我每天给你成功的工钱 还是按之前说过的 十五文钱一天 你看可行 这不是你又为了帮助我 才想出来的活迹吧 你怎么会这么想 放心吧 你要是干得不好 或者偷懒被我知道了 你肯定就不能继续上功的 我这个人呢 一是一二是二 那就谢谢你了 若 若秋 你来了呀 嗯 我今天正好路过 来帮你看看腿伤 谢谢你 若秋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 不应该跟着人 讲你的是非 能想明白 也不枉 韩松求我一场 以后你和韩松要好好过日子 在做事和说话之前 多想想韩松 是 我知道 以后我一定诚心改过 你娘热声恢复得还不错 就说你们的吃食差了些 你傍晚的时候去我家 我给你找个可以熬汤的沙罐吧 那不行 你家也才分家几个月 你们现在还得借钱造房子 我们俩母子正好去你家拿锅 不过就是营养不良 恢复得慢些罢了 让我娘多休息休息 我到时去抓了鱼回来 不一定要炖鱼汤 烤着吃也能吃的 你心里有成算就行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你娘这腿只需要继续养着就好 那续骨膏还得继续用着 我先走了 你明天去我家开始上工吧 若秋 你今儿怎么往这边来了 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亲娘婶子 我是专门上你家来呢 你家不是种胡豆了吗 我家今天已经在给胡豆打尖了 你们要是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你们种的池 虽然现在还不需要打尖 可根据时间来看也快了 现在去学着 等到了可以打尖的时候 你们直接做就是 不用担心错过了 倒是胡豆收成不好 是吗 那我这就去看看 韩若秋带着几家人再次上山 然后教了他们怎么为胡豆打尖之后 这些人竟然不走了 说是练手学习 干脆就帮着韩若秋家 把草家打尖 爹 娘 有件事情 我忘记和你们说了 什么事啊 你平时事情那么多 偶尔忘记一两件事也数正常 我今天去秋娘婶子家时 经过了破庙 我进去看了看 这韩苏他娘的伤恢复了一些 不过母子俩在那里生活了这么久 竟然一直是野菜椰果果腹 这两母子都很明显地营养不良 韩苏当初能够在他家里人 都放弃为榴莲花治疗的时候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的 就做主 叫他明天来我们家上宫 帮着磨豆腐 食物文一天 你们有没有意见 这些事情你做主就好了 不用问我们的意见 这韩苏啊是个好的 这是韩大山一家破为淋不清 榴莲花是个有福气的 只是苦了小小年纪的韩苏 再说啊 你之前就提过这个事情 我和你爹也没有意见 娘 您是不知道他们母子 竟然连熬烫的沙冠 炒菜的锅都没有 韩苏每天上上砍蝉卖 一天能卖两担铲 挣六文钱 可他并没有花掉 还是说要把这钱存起来还我 这孩子是个淋得轻的 当初他自家人都放弃他老娘时 是你出手救了柳莲花 总不能再让你连医药费 搭进去不是 你一会儿再找找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过碗瓢盆拾对一下 明天他下工之后 叫他带回去用吧 都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咱们虽然没有多大的能力 可是既然遇见了 能帮一把且帮一把吧 娘 您的心很善良 老天爷这一次 定会让您心想事成的 若说做事都要图回报 那就不善良了 我也不求肚子里这个 真的一定要是个儿子 再生个闺女也贴心 和你们两个当姐姐的一样懂事 我就很知足了 你叫什么名字 地里的活迹有人干了 韩若秋就去找那个病歪歪的男人了 司马明 你这姓氏很少见啊 说说吧 你的身世 一个被贱人所害的落魄子弟罢了 那你还想报仇吗 报仇 就我这身体 能不能活着看见明天的太阳 也未可知呢 我韩若秋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既然花了银子将你买回来 自然是不会看着你去死 实话告诉你 我能救你 你也可以去报仇 但在此之前 你得为我效力十年 这十年 你不得以这面目示人 不能把仇家招来 十年之后你再去报仇 我不会阻拦你 当然 前提是你不能连累我 以及我的家人朋友 你能救我 我可是身中十几种毒药 当今世上 只怕没人能为我解毒 你若是真的能为我解毒 比如说为你效力十年 我自愿终生为你效命 至于我的仇人 我心里有数 暂时我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自会韬光养晦 报仇之时 做到干干净净 绝不给你找来祸断 好 那你把这个吃下去吧 吃完身体可能会很难受 但是只要你挺过去了 那就是你的心生 十几种毒同时解 那所带来的痛苦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若我大难不死 那我将誓死效忠于你 家里的胡豆 有人帮忙打尖 韩若秋就抽空 去了外婆家里 教会了赵家人打尖 在赵家吃了一顿午饭 韩若秋这才回家去 经过镇上的时候 韩姑娘 这事决定好了 嗯 有决定了 我们可以明天早上 就去你家拿豆腐去卖 不过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生意 我的兄弟们 想两个人一对 先试试 也行 那你们明天一大早 就去找季风堂的五位 叫他带你们来 槐树村找我吧 我明天先给你们 准备三袋豆腐 你们试试看行不行再说 好 秦霸王这里答应了 韩若秋便起季风堂 跟五位交代了一声 若秋 白公子 若秋 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镇上 午饭可吃了 吃过了 刚从我外婆家回来 白公子现在能逛街 想来身子骨已经大好 是啊 谢谢你救了我 按照你说的做 我这破败的身子 最近这几个月倒是好了一些 那就好 你如今身体好了 可以四处走走 当时锻炼身体 是啊 我爷爷说 我一天到晚 总门在家里看书 对身体不好 所以叫我出来逛逛 你爷爷有见地 不过你这大病出狱 还得多加注意 不可累着 好 你小姑最近还好吗 我小姑元宵节看灯的时候 不小心被爆竹烫伤了 你不知道吗 啊 我们不知道啊 你们没有人给我们送信 我们一家人平时 也都是闭门不出的 真是抱歉 不用道歉 我一直以为 我奶给你们家送信了 不过我们两家已经分家 这给不给你们送信 只怕都是我奶的意思 既然我奶没有给你们送信 那可能是我奶有什么顾虑吧 之前不知道便爸 如今知道了 自然是要上门去探望的 这样吧 我明天去一趟你们那边 哦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奶 我今天在镇上遇见 未来的小姑父了 她说她明天上门来 看看小姑 呃 什么 我说 白沐寒说她明天 要来你们家 我怕到时候 你们没有准备 怠慢了人家 这才特意过来 和你们说一声 话已经说了 我走了 小兔崽子 是不是你在沐寒面前 说了什么 太若强 你看见白沐寒了 那她有没有问及我 你有没有讲我话话 她当然问了 要不然怎么会知道你受伤了 要来看你 你怎么能将我受伤的事情告诉她 要是被她知道了 我变成如今这般丑霸怪象 不喜欢我了可怎么办 这个问题 我可没有办法帮她回答你 她说明天来你家看你 到时候你问她吧 你怎么会见到沐寒 该不会是你故意使坏 特意跑到白家去告诉他们的吧 我有病啊 特意跑去白家说你的是非 那你怎么会见到她 我知道了 韩若求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在打白沐寒的主意 好 我 韩若求你个被陈紫阳抛弃的女人 竟然敢打白沐寒的主意 我不发挥你是觉得我好欺负是不是 有我的男人你都敢抢 我看你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小姑 你说话最好注意点措辞 我和陈紫阳的事情已经过去 我不希望再听见任何人 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人 至于白沐寒 我对他更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你要好长时间没出门了吧 不知道我和赵料户的侄子 赵沐城已经定亲了吗 什么 你和沐城已经定亲了 那定亲酒你们怎么没有请我们一家人过去吃啊 为什么没有喊你们 你我奶去啊 他可是买胸想绑架我 是我自己福大命大才逃过一劫 再说了 我定亲的时候奶还在大牢里 我要是请你们一家人过去吃酒 那岂不是出了眉头 什么出眉头 我们是你嫡嫡嫡亲的亲人 你定亲不要请我们过去管理 这就是没有规矩 以后你的婆家会看不起你的 拉倒吧 牧尘就是一个普通猎户家的侄子 他们家没有那么大规矩 如今年生不好 家家户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大半 外人也都没有说什么 而我婆家的人 就更没有多话的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韩叔相见韩若秋是真的没有打白沐寒的主意 这才没有揪着韩若秋不放 你去老宅做什么了 白沐寒明天要去看小姑 我怕他们大慢了贵客 就提前过去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那边你们姐妹以后少去啊 万一 哪天你们奶家狠心的给你们灌点药 直接把你们卖了 那你们叫娘以后还怎么活 娘您不用担心我 您只要担心若夏就行 想把我卖了 也要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你别仗着自己会那几招拳脚功夫 就胆大妄为 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该仿的 咱们得机灵着点 别明知道送上门是挨打 还傻乎乎地凑上去 知道了娘 今天韩若来磨了多少肚脂了 韩若是个勤快的 一大早就来了 现在还在推磨呢 我昨天泡了一百斤豆子 想着抓紧时间 把云霄糖药的梅豆腐做出来 娘 你待会儿留下三担豆腐 约磨一百五十斤的样子 明天有人来挑出去卖 啊 挑出去卖 挑哪去卖啊 去别的村子卖 从明天起 让若夏 带着彩珠一起做豆腐吧 之后要是生意好 就把五大牛也喊回来帮忙 咱们先卖几天豆腐 然后慢慢增加种类 最后豆腐少卖 其他的豆腐干 豆腐皮 清张这些可以走主流 豆腐拿着太重 又卖不上价格 还是拿来做梅豆腐 批发出去更划算 行 你看着安排 还有几天家里就要搬家了 这几天你和你外公商量商量 看看搬家的时候 要准备哪些东西 还有啊 这搬家得请村里的人吃饭 我估摸着啊 他们就是一家来一个啊 加上两面的亲朋好友 怎么着也得办个十桌才够呢 行 搬家的时候得请杜大夫 云霄堂和苏伊过来吃席呢 这几个月可是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 娘 你说咱们都请了这三家了 要不要去和白家说一声啊 等明天白母寒来了再说吧 你爷奶奶两个人 只怕咱们若是避过他们 直接去请白家人吃酒 到时候他们又会骂咱们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就请白家人来做客 说咱们偷偷摸摸地巴结白家 也是 娘 您知不知道哪里的人多一些 我今天去镇上 发现镇上的人并不多 我这儿还有二十多副猪下水得卖掉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要不你问问你爹 行 那我一会儿问问 与其问寒铁牛 只怕还是问正母臣来得更加直接 县城有个货运码头 人比较多 来往的都是经商的客人 你问这个做什么 还不是我们之前搞了那么多野猪 这猪下水我一直存放着 眼瞧着这天越来越热 我担心再放下去会坏 这不就急着想办法 想给卖掉吗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今天这厨娘的手艺变好了 老爷 不是咱船上飘出来的香味 这香味好像是从岸上飘过来的 哦 管家 现在吹的是什么风 看风帆 吹的应该是西南风 那咱们上岸去看看 殿家 你们这卖的是什么 好香啊 这位爷 我们卖的是烧耳肉和肥肠面片 烧耳肉和肥肠是什么 烧耳肉是凉菜 最是适合这样的大热天 你们想想 大热天的 一碗热汤下肚 浑身都是汗 是不是很不舒服 而我这烧耳肉 是已经做好放在一旁的 你们需要吃什么 我帮你们切什么 哦 这烧耳肉就是肉 不是 我这里的烧耳肉 是猪头肉 还有猪肝 猪心 猪肺这些 还有一个白水堵条 而肥肠面片用的是猪大肠 什么 这些阿杂之物怎能入口 怎么不能入口 这个世界上奇妙的事情太多 既然如此 劳烦店家给我们一人来一份肥肠面片 再行一点烧耳肉尝尝 老爷 这等粗笔之物 怎么能入你的口 没有什么是不能入口的 像当年刚刚开始跑生意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走南闯北的货郎 什么苦没吃过 在最落魄的时候 为了不被饿死 连观樱土都吃过 老爷是我这小铺子的第一个客人 承蒙你的信任 这样吧 我给你行个方便 烧耳肉我每样给你切一点 办一个大杂烩 你每样都尝尝 看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样 下一次 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了 我家烧耳肉我是卖一百文一斤的 这一个拼盘 我就给你切一斤的烧耳肉 你先尝尝看 你看可以吗 什么 你是期我们不上岸 所以不知道如今猪肉的价格吗 如今一斤大肥肉不过二十文 你这猪头和猪下水 一点油水都没有 平时都是没有人要的东西 竟然要卖我们一百文一斤 我这烧耳肉卖一百文 自认是有它值一百文的地方 这位爷 我并没有想欺骗任何人的意思 毕竟做生意 讲究的就是一个实称 我这猪头和猪下水 确实是不值多少钱 可十斤猪头猪下水 也就能卤出五六斤的熟食 再说了 我用来做烧耳肉的药材之前呀 你们难道不是闻着 我家烧耳肉汤汁的味道过来的 要想把烧耳肉做得好吃 里面可是要加上好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 和香料才愁 反正我这烧耳肉都是明码实价 谁愿意吃就买 不愿意吃 我们也不抢卖就是了 店家 就按你说的办吧 嗯 香 没有想到 这烧耳肉竟是这般好吃 我来尝尝面片 这个真的这么香 嗯 味道很不错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吃到 这么好吃的猪下水 这烧耳肉原来是吃过之后 耳朵会热乎乎的呀 你也赶紧去吃吧 待会儿拖了可就不好吃了 厉害 你这摊子能搬到我的船上去吗 今天你这里的吃食我都给你买了 我那船上还有好些人 我想请他们也尝尝这么好吃的烧耳肉 可以啊 老爷 你这船上有多少人要吃面啊 我这今天也就只准备了一百个人的面团 而且还是三餐面居多 我原本是想将这肥肠面片 卖给码头上的苦力的 你这面原本打算多少钱一碗 三餐面十文钱一碗 白面二十文 我这船上船员加上下人大概三百多人 看来今天是不能让大家都吃上了 你就先把你有的都做出来吧 我让一部分人来吃面 另一部分人吃少耳肉 你明天还来吗 明天 老爷你这是带了多少货过来 竟然要卸到明天 你误会了 我这货今天就能卸完 要走也是可以 不过我就是想明天也吃到你这里的烧耳肉 我们跑货商人 一趟出去 少则月鱼 多则三五个月 才会再来的 下一次吃上你们家这烧耳肉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哦 那我明天也是来的 如果老爷要预定 你得给我说说 你要定多少 这烧耳肉必须当天吃 隔天可就不新鲜了 我这船上三百九十个人 你明天准备四百个人的面片吧 这烧耳肉猪头你给做五个 其他的猪内脏 你每样也来五个吧 行 那老爷 劳烦你先把今天的账 还有明天的定金付一下 今天一百碗三餐面片 三十碗白面片 烧耳肉一共是五十斤 共计六千六百文 明天四百碗面片 不知道你是想要多少三餐面 多少白面 白面一百碗吧 其他的都是三餐面 这里有十两银子 先付你定金 行 那我明天大概几点送过来 如果可以 能够尽量早一点最好 那我卯时钟给你送过来吧 面片正好可以当早饭 卤肉够你吃中午和晚上了 那就有劳了 今天算是开门红 韩若秋一开心 直接回首 走 咱们去买点东西 回家庆祝一下 只是 这马车行之半道 车夫是又来了一个急刹车 怎么回事 车尾小姐 不知道能否搭个便车 我闺女忽然流鼻血 用了乡下的土办法 怎么也止不住 我们担心孩子有事 想带孩子去看大夫 可是家里的牛车走了一半 这车轮子竟然坏了 孩子耽误不得 故而惊扰到了小姐 还请原谅 韩若秋上前帮她把脉 然后查看了一番之后 直接变出几根银针 对着孩子身上的几处穴道 就扎了下去 神医呀 谢谢神医打叫 谢谢神医打叫 孩子只是天热上火 你们平时要和孩子多喝点水 特别是夏天 如果家里能找到薄荷 摘一点每天泡水给她喝 就能缓解这个症状 你们不用着急 这孩子只怕是从小养得精致 今年这天气太热 她这身体苦夏 以后到了夏天 你们要注意别让她太热了 基本上是不会再流鼻血的 原来如此 谢谢小姐提醒 小姐对我儿的救命之恩 我们一家人当铭记于心 我家住在李家村 我叫李大庆 这是我的妻子饶氏 我的闺女 饶恩恩 不知道恩人家住何处 待我闺女病好之后 一定登门感谢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走吧 大姐 今天生意如何 你这丫头 在看什么呢 我们买完东西 去了一趟清禾镇 顺便就把五位送回家了 大姐 今天的生意还好吗 嗯 遇见了开门红 咱家今天就接了一个客人 就把东西全部卖光了 一个客人买那么多卤肉和面片 吃得完嘛 别浪费了才好 我说你个小管家婆 自己家的事还不够你操心吗 竟然还管别人买去吃不完会不会浪费 我这不是怕浪费吗 你这么爱操心 脸上中文都会比别人多几条的 放心吧 人家一个跑船的大老爷 那轮船有三层高呢 一船有接近四百个人 就咱们家的那点东西 还不够精分的 这不 人家又下定了 问我订了不少东西 咱们今晚得把这些东西准备好 明天我得赶早给送过去 给他们当早饭 对了 明天加两袋豆腐 请帮我说他们的豆腐畅销 不够慢 明天让司马明帮着韩松推磨 多抹二十斤豆子 大琪 昨天买家人来看小姑姑了 是吗 那昨天老宅 喊你们过去吃饭了吗 没有 买家人饭都没有吃就走了 我不是提前去通知过奶了吗 她难道没有叫大伯娘去准备 叫了 可如今的大伯娘不是奶说叫 便能叫得动 奶还伤着 大伯娘不管不问 说这是小姑的未婚夫 让小姑自己做菜招待 毕竟将来成亲之后 小姑也要伺候自己的丈夫不是 然后小姑把事情搞砸了 可不是嘛 白公子是自己来的 进门之后 咱也和大伯就招呼着小姑上茶 小姑从来没有泡过茶 一个小茶杯里放了一大把茶叶 那茶也被水一泡 等到了白公子面前的时候 白公子就看见一大杯不断往外冒的茶末次 小姑也不会上茶 直直的就往白公子怀里送 可能是往外溢的水烫到了小姑的手 茶杯接近白公子的时候 他直接就把烫的茶杯扔了出去 幸好白公子福大妙大 滚烫的茶水只是撒到了他的衣服下摆上面 虽然一大片污渍不好看 倒也是免了他被茶水烫 小姑蹦跶着猛甩手 说自己的手烫死了 他的动作大了起 今天为了不被白公子看见他身上的烫伤 特意穿了一条拖地裙摆的裙子 不知道怎地 他就左脚搭右脚踩在了裙摆上面 滑丽丽的摔倒了在白公子的面前 很不幸呢 他那被烫伤的脚踝露了出来 叫白公子正好看见了他脚踝上一块一块乌黑的疤痕 白公子当即就借口回府换衣服离开了 那白公子看上去身体情况如何 听说看上去还行 走路都带风 不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幅像是风大一切都能被吹倒的母一样 那可能小姑这么轻是怕是要慌 即便不慌 只怕小姑也别想当个当家主母了 那这白木寒 岂不是忘恩负义 当初可是以为他和你小姑定亲 才遇到你给他治病的 如今病情转为为安 就像谢母杀驴 爹 大伙人家的当家主母不像普通人家 人家即便不要求情情说话样样精通 至少眼见和智慧还是要有的 平心而论 你觉得我小姑有啥 要说小姑聪明点 加上身上没有留吧 有这个救命之恩在 敬了白家孝顺公婆 体贴夫婿 那她的日子还是能过的 可这两样东西如今却都是小姑的硬伤 那又是白家退婚 你小姑以后只怕是不好找了 咱俩那么厉害 我想白家要想退掉这么轻事 只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走着看吧 他们家的事情 咱们不大万不得已 最好别随意掺和 将来弟弟是要考学走仕途的 一个朝廷三平官 即便治事 影响力 也不是咱们这些没有根基的老百姓可比拟的 四月二十八 依旧是个大晴天 寒若秋家 巧前新居 天不亮 一家人就已经起来了 今天整个村子的人都要过来吃饭 寒家人是忙得脚不沾地 南正月 你怎么也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究竟有没有帮我当朋友 你家搬家这么大的事情 要不是我舅舅去信通知我爹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不是你们太远了吗 就没有给你们说信 哼 姐姐 这次你家有大房子了 我要在你家做客 你应该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 啊 啊 什么呀 姐姐 这次要是还不答应 那我可就哭鼻子给你看 行行行 你要做客就做客吧 你来了我管饭还不成吗 不对 需要包吃住 是 给你包吃包住 不知你这次准备 在我家住几天啊 十天半个月的吧 我已经将洗礼都打包来了 为了不增加你家的负担 我连丫鬟都没有带 所以接下来 怕是要麻烦姐姐一段时间了 你呀 你来小住 你爹娘可允了 同意啦 我爹说 等他下次来你家拿货的时候 再带我回家 行 玉珠 你先带南小姐 去客房歇息吧 那就麻烦玉珠姐姐啦 啊 这才几个月过去 我姐姐家里不仅造了大房子 竟然连下人都使坏上了 我就说姐姐聪慧 翻身不过就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嘛 哟 我们这正经的亲戚都还没有上来 各位邻居竟然就看吃了 韩老头是知道韩铁牛家请客的 昨天韩铁牛有过去知会过他 但是他在家拿桥 想着要等韩铁牛家的人上门 三催四请 才显得他的重要性 结果 他没有想到 韩铁牛家的人 一个上午过去 眼看着就要到正中午了 却还没有人上门去请他 他心里也憋着劲 哟 英子家小姑你来了呀 哦 还有亲家公 快点进来坐 亲家母也来了呀 你可真是稀客 嗨 什么稀客不稀客的 到了我闺女家里 该干的还不是得帮着干 别人不心疼 我这当娘的还是心疼 这一场搬家酒办下来 人都得累趴两个 我这闺女大肚子 女婿呢 腿伤未愈 一大家子就靠着两个小丫头 也没个大人给他们出主 一哪成啊 要是搬家酒办得不像样 那岂不是平白叫人笑话 这不 我们当岳父岳母的 只能自己辛苦一点 早早就过来帮着张罗 最近家里杂事繁多 也就没有雇着老二一家 之前亲家公也在老二家里 我这不是想着 有亲家公在 和我在也没有区别 总归我们都是为孩子着想 所以我这也就没有过来 亲家你倒是个会偷闲的 我家闺女是嫁到你们老韩家的 照理说 这些事情该是你们韩家人 站出来帮忙 可是我这天不亮就来了 到现在都开席了 才看见你和我家英子她小姑 姗姗来迟 我记得 我家女婿好像还有兄弟吧 这你们当父母的忙 没有时间雇着我女婿一家也就罢了 怎地亲兄弟也不见有人过来帮忙 难不成是我多年没有过来 记差了 我家女婿是没有兄弟的 李荣秀这话 简直就是在戳 韩老头的心窝子呀 他何尝不想 自家儿子们 胸有地公 亲家 你自己找位置坐 咱们都开席了 也不知道你们要来 所以就没有等你们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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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